好,呃,现在我要帮你们复习回 fom2 chapter 4 linear equation OK,linear equation呢 它其实是很简单,很基础的一个东西 然后,呃,你的这个基础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你在接下来的很多个chapter都会有问题 然后,在这边我要solve x加6等于12的时候 我要知道x等于多少 这样,什么加6等于12呢 我知道6加6等于12 可是,如果我要步骤的情况之下 在马来西亚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会直接把加的东西翻过去变成- x等于12-6等于6 所以x等于6就是它的solution 而为什么我可以把加的东西翻过去变成-呢 OK,在外国他们是怎样教的 他是这样教的 他就说我要把左边的号码弄不见 所以我左边-6,右边也-6 所以它会变成6-6,没有了 所以剩下x12-6 所以x等于12-6 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们在外国的写法 他是这样 x加6-6等于12-6 所以x等于6 这样写 OK,不过在马来西亚我们都没有这样写 OK,可是这样的一种concept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加倍翻过去变成- 翻过去为什么会变成- 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一边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有x-5等于10 x-5等于10的时候 再马来西亚我们怎样做-5翻过去变成-5 x等于10加5 x等于10加5 x等于10 他就拿到它的答案x等于15 这样的一种方式 OK,同样的 乘它有3x等于12的时候 我的x会是等于12-3 x等于4 然后在外摩呢 他就是左边右边同时除3 然后他剩下x-4 x等于4 乘呢除非乘乘x-4等于5的时候 除翻过去变成乘x等于5乘4等于20 而他这一边在外摩的话 他就是乘4乘4 44个x等于25 拿到同样的答案 OK 这一个外脖的这种写法呢 我们当做一个concept 来明白就可以了 真正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我们不会这样写 我们真正做练习的时候 我们不这样写 OK 我们直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比较快 比较直接 OK 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Hoxford Baja 的那一个参考书 第173面的example 还有x-10等于36 y加8等于28 -6z等于42 a除9等于11 我自己加过议题 4x和3等于24 OK 在这一边呢 无法看 它其实很简单 x-10 除除 ід等于 ext e 所以我把乘方向性变成除 Z等于42除减6 然后6166742答案是Z等于减7 而A除9除方向性变成乘 A等于C乘9等于99 而这个我可以慢慢的做 就是把4乘上去 3乘上去4X等于3乘24 再把4除下来X等于3乘24除4 41456424630 如果你比较厉害的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把3乘上去的时候 直接把4除下来 它就可以直接来到这个步骤 OK 这一些都是属于一些基础的题目 然后在这一边 我要给你们看多几题 比较正常一点的题目 有一点点难度 也不会讲很难的 这个是属于PMR PD3 同3水准的题目 OK 它还是在同一本参考书里面的 例子11 11 OK 5X加7等于22 8P加4等于P加18 5M减1除2等于4M减5 然后26除M等于2 3挂5P加2等于P减4 OK 和这一边我有9X减12除4等于3X OK 这一些题目 是属于PMR水准 PD3减3水准的题目 我把加7翻过去变成减7 5X等于22 减7 15 所以X等于15除5等于3X等于3 这就是它的答案 这一边 8P跟P水比较大 8P比较大 大的是大言 做个等 小的过来 号码过去另一边 所以8P减D等于18减4 7P等于14 P等于14 除7等于2 这个我把我的2乘上去 5M减1等于2 4M减5 乘8M减10 5M减1 5M跟8M区比较大 8M比较大 所以我把5M翻过去 减10翻过来 减1加10等于8M减5M 等于3M 9 M等于9除3 等于3 这一个 我把我的M乘上